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生前借了自己二百两银子 现在看来是不会还了 老婆一听差点晕倒 还钱的话就要把药店卖掉 这个时候 王楠被殷差带到了阎王殿 一查发现抓错了人 应该抓的是王楠而不是王楠 两人的药店都叫同春糖 不同的是王楠卖真药 王楠卖的是假药 银柴知道搞错了 就送王楠回阳间 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枚金丹 银柴就抓过来让王楠吃下 说撤了之后医术会提高 还能让人起死回生 正在这时 来了一只野狐 想把金丹要回来 说那是自己修炼千年才得到的 银柴骂他在阳间做尽坏事 监污妇女 现在正好可以用金丹来赎罪 等王楠死后再还给他 他听了也不敢反抗 这时贺财趴在王楠的尸体上假哭 趁机把王楠身上的值钱物件偷走 这一幕刚好被银柴看到 就上前把他打昏 岳母与胖鸭看见他昏倒了 就说他装得很像 接着就逼王楠老婆拿钱来 说贺财死在了他家里 过了一会儿发现贺财真的死了 他们也就真的哭了起来 岳母立刻去杀鸡 再把鸡血滴在贺财脸上 说是要防止诈尸 正在这时王楠站了起来 把众人吓得跑了出去 老婆没有害怕 他发现表哥贺财死了之后 就用金丹把贺财救活 不一会儿大家都进来了 发现两人都活了过来 又惊又喜 胖鸭还在那里邀功 说全是贺财的功劳 因为贺财的哭声感动了上天 上天才能让表弟起死回生 王楠没搭理他们 立刻找到木匠 让他不要再做棺材了 到了晚上 胖鸭知道了金丹的事后 就开始拔贺财的衣服 说要从他身上找金丹 理由是王楠死后得到了金丹 你贺财死后也应该有金丹 找了一页也没找到 贺财也是开药店的 自从王楠有了金丹之后 他的生意就减少了很多 很快就想了一个毒计 对外宣传说自己也有金丹 只是没有王楠的那么大 只是因为自己死的时间短 等王楠把金丹的药力用完后自己再出手 另外 他还与岳父商量 准备把表弟王楠杀死 再拿走他的金丹 木匠说这事太缺德了 他不干 贺财见他不从 就去找岳母 让岳母逼他同意 岳母当天晚上就说 你不同意我就改嫁 岳父也只好同意 贺财与他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 贺财请王楠来家里喝酒 让岳父在后面趁机把他勒死 这种方法叫被死狗 为了不出差错 两人先练了很多遍 王楠有了金丹之后 很多人都来找他看病 他也把医药费降低了很多 接到贺财的邀请 他就来了 一切都按照原计划进行 正当木匠准备动手时 王楠拿出了钱说 知道表哥生意不好 拿些钱给他贴补家用 他让岳父立刻住手 等王楠走后 岳父就开始埋怨他 他说当时不能动手 因为王楠徒弟知道他来这里了 如果把他杀了 徒弟就会去报官 很快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自己化妆成女人去王楠家 说家里有病人请王楠去一趟 等王楠走到半路 再让岳父把他勒死 可那天王楠不在家 在贺财回来的时候 岳父把他当成了王楠 差点把他勒死 后来他又约王楠到山崖边 说在这里看到一种采药 他想趁机把王楠推下山崖 又让岳父在山下埋伏 看他摔死没有 没有的话就勒死 在他准备推的时候 王楠移动了身子 他一下子就摔了下去 岳父只得把他背回家里 回去后又想了一个办法 在后院门口挖了一个深坑 在上面铺上薄木板 等王楠经过时就会掉进去 不出几天就会饿死 可到了晚上 家里来了一只黄鼠狼 一家人都跑出去看 忘记那个深坑 全都掉了进去 因为太深爬不出来 在里面又冷又饿 第二天王楠来了之后 找人把他们拉了上来 上来之后木匠就给王楠说了事情 贺财一听立刻下跪 求表弟原谅自己 原谅他之后 他又提出新的要求 要借用他的金丹用一下 王楠说金丹是狐仙的 自己做不了主 正在这时狐仙出现了 同意把金丹借给他 贺财拿到金丹之后 就到处张扬 他的牌友养了一个二奶 现在怀孕了 就请他去堕胎 他进屋后发现二奶太漂亮了 就把众人赶走 又让二奶脱衣服 二奶不同意 他就强奸 二奶就开始喊叫 外面人觉得这是堕胎的正常反应 也没有怀疑 后来有女人不孕不育 也把他请到家里 他说治病要关门 关上门后 就与别人老婆上了床 后来找他的女人越来越多 他也天天不在家里睡 没多久 女人就找上门来 说自己怀孕了 又被丈夫休了 就想与他结婚 一天就来了四个女人 胖鸭母女很生气 就与他们打了起来 他们知道在这里待不下去 就到破庙里去住 贺彩也跟着去了 眼见人才两空 岳母让胖鸭去夺回金丹 胖鸭去了就亲嘴 想把金丹从他嘴里吸出来 他不同意 两人就打了起来 那四个女人在旁边哈哈大笑 原来他们怀孕都是假的 胖鸭见此情景 也不要金丹了 扶着他就回家了 岳母在路上遇到了狐仙 狐仙说想买金丹 岳母也想把金丹卖掉 就把狐仙带到了家 贺财自从借到金丹之后 除了身子快活之外 也没挣到多少钱 也想卖掉 但他要先看到钱 狐仙就把他带到县衙 他以为狐仙是县令的儿子 很快就抬出一箱银子 他们确认是真银子之后 就把金丹交给狐仙 不一会儿卫兵就来了 说他们偷到国库 当时就把他们抓走了 狐仙来到王楠家 把金丹交给他 王楠不想再要 狐仙说 你做善事 对我也有好处 你用金丹继续行善吧